吐露港公路有两只野猪分别被一架机场巴士和电单车撞死 电单车司机轻霜宋远 涉事的电单车司机清醒宋远治理 电单车车身轻微损毁 消息说清晨近5点 涉事的机场巴士和电单车沿着吐露港公路向沙田方向行驶 去到马场对开那阵 分别遇到在路中徘徊的两只野猪 两只野猪死亡 警方调查事故转转